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来学习操作系统的文件管理 那么在这一节课呢 才会分成三个部分的内容去学习的 第一个部分是这个文件的逻辑结构 那么我们为了了解这个文件管理呢 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文件的逻辑结构 第二个部分是这个俯存的存储空间分配 这里面的俯存指的就是磁盘 第三个呢是这个目录管理 首先是第一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文件的逻辑结构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将会学习到三个部分的内容 第一个是这个逻辑结构的文件类型 第二个呢是这个顺序文件 第三个呢是这个所有文件 首先对于这个逻辑结构的文件类型呢 文件可以分成这个有结构文件 以及这个无结构文件 那么对于有结构文件呢 通常来说有这个文本文件 文档比如说我们的一笑 无结构文件的一些细节 首先是这个有结构文件 那么对于有结构文件呢 它是由一个定长的记录 以及一个可变长的记录组成的 那么定长记录呢 主要是存储这个文件的格式 文件的编码 文件的描述 等等的一些结构化的数据项 而这个可变长记录呢 主要是用来存储这个文件的具体内容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那么这一个呢 就是这个PNG图片的一个结构文件 在这里面分成这个PNG的文件标记 PNG的数据块 以及这个文件结束的标记 那么在这里面呢 定长记录存储的是文件格式 文件描述 以及可结构化的数据项 那么在这里呢 这个PNG的文件标记 以及这个文件的结束标记 就是属于这个定长的记录 而这个可变长记录呢 存储的是文件的具体内容 所以呢 在这里面的这个PNG的数据块呢 就是属于这个可变长的记录 那么除了这个PNG 其实很多的结构文件 它都遵循着 这样子的一个文件的结构格式 都分为这个定长记录 以及这个可变长记录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这个无结构文件 那么对于无结构文件呢 同时也称之为这个流式文件 那么流式文件呢 它是以字节为单位的 我们常见的 比如说Windows的ESE可执行文件 又或者是这个DLL链接库文件 以及这个SO文件呢 都是属于这个流式文件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无结构文件 那么这些文件呢 它的内容长度是以字节为单位的 了解了逻辑结构的文件类型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支持点 第二个呢 是这个顺序文件 那么什么是这个顺序文件呢 其实数据文件指的就是 按照顺序存放在这个存储阶制中的文件 那么在前面 我们在介绍这个持存储器的时候呢 我们就介绍到了这个池带 那么池带呢 就是典型的 只能存储数据文件的一个存储阶制 那么因为池带 它只能顺序的去读取和读写 因此呢 它只能存储这个数据文件 那么由于这个数据文件呢 它是顺序的存储的 因此呢 数据文件是所有的逻辑文件里面 存储效率最高的 因为我们在读或者是写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按照顺序的去读和写就可以了 这个数据文件呢 固然有它的好处 但是在这里面我们想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如果说我们需要对这个数据文件 进行增三查改的话 怎么办 就比如说我需要在这个文件的中间添加一个内容 那么我不可能说需要把后面的所有的内容都往后一个位置 然后把这个空间给让出来 然后我再把这个新的内容写进去 那么这样子呢 就导致这个数据文件 它的增三改是非常的没有效率的 因此呢 我们就提出了第二个文件 第二个文件 叫做这个索引文件 那么这个索引文件呢 它的提出就是因为这个可变成的文件 不适合使用这个数据文件的格式存储 因此呢 索引文件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可变成文件存储而发明的一种文件格式 那么这个索引文件呢 它相比这个数据文件 它需要多一个索引表来配合完成这个存储的操作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需要使用这个索引文件来存储一段内容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首先是要建立一个索引表 在这里面有key和这个value两个的值 逻辑地址就是value 这个键呢 就是这个key 那么每一个key呢 都指向一个实际的存储的空间 比如说这里面的2019-0101呢 就指向这个空间 那么这个空间呢 存储的才是实际的内容 同样的 另外一块这个逻辑空间呢 指向另外一块的存储空间 那么这个呢 就是索引表 那么其实呢 这个索引表我们在经历了前面的这次学习之后呢 就已经非常熟悉了 因此呢 在这里面就不再展开了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这一节课的第二个部分的内容 第二个部分是这个 复存的存储空间分配 那么对于这个复存的存储空间分配呢 我们将会学习两个知识点 第一个就是这个 复存的分配方式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存储空间的管理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 复存的分配方式 那么在这个分配方式里面呢 主要会分成三种分配方式 第一种是这个连续分配 第二种呢 是这个链接分配 第三种呢 是这个索引分配 这里面链接分配 也会分成这个影视链接 以及这个显示链接 接下来我们展开来学习 这里面的三个分配方式 首先是这个连续分配 那么对于连续分配呢 如果说一个文件 它需要存储的时候 它需要一系列的上区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会连续的把这些连续的上区 分配给某一个文件 比如说在这里面 有一个文件 需要使用六个上区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直接的把 123456 这六个连续的上区 分配给这个文件去存储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连续分配 那么这个分配方式呢 会使得这个读取文件 非常容易 速度也非常快 因为我们只需要 顺序的去读取 这个词盘的上区就可以了 但是呢 对这个存储要求比较高 因为呢 存储这个文件呢 我们需要满足 容量的连续的存储空间 这个就是连续分配的优点和缺点了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连续分配它的缺点 就发明了第二种分配方式 第二种是这个链接分配的方式 这种方式呢 会把文件存储在 离上的旁快里面去的 那么这一个分配方式呢 需要额外的存储空间 去存储这个文件 旁快的链接顺序 那么在这里 按照这个额外存储空间的不同 就把这个链接分配呢 分成这个影视链接 以及这个显示链接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什么是影视链接 什么是这个显示链接 接下来我们首先来看 什么是这个影视链接 那么对于这个影视链接呢 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理解 在这里面我们假设 假设某一个文件呢 它需要使用五个盘块 分别是第二个 第九个 第七个 第十八个 以及第十六个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是使用这个影视链接的话 那么这个影视链接呢 将会存储在盘块里面的 也就是说 我们在分配这个文件的时候 第二个盘块 它在盘块里面 会有一个地方去存储 第二个盘块的 下一个盘块是哪里 那么这里面呢 就存储着 这个下一个盘块 是第九个盘块 那么同样的 第九个盘块 也会存储 指向第七个盘块 然后指向第十八个盘块 指向第十六个盘块 那么这个呢 就是属于这个影视的链接分配 那么这个影视链接分配 它有什么特性呢 首先 它非常适合这个顺序访问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顺序访问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知道 第一个盘块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顺序的查找 其余的盘块 但是呢 这一个分配 它的随机访问效率很低 在这里面 我举一个例子 假如说 我们需要访问这个 文件的第十八个盘块 那么因为这个第十八个盘块呢 我们只能从头部开始 我们先要找到第二个盘块 然后找到第九个盘块 然后找到第七个盘块 然后才能找到第十八个盘块 那么这样子呢 就会导致这个随机访问效率很低 就是说我们不管随机访问哪一个盘块 我们都需要从这个文件的第一个盘块开始 同时呢 这一个分配方式 它的可靠性很差 因为在这里面 我们不管这里面哪一个盘块 它的链接出现问题的 都会影响整一个文件的存储的 所以这个可靠性很差 那么因此呢 就提出了这个显示的链接分配 那么对于这个显示链接分配呢 我们同样的来看这个例子 同样的这个文件 还是这样子存放在词盘里面 但是呢 在这个显示链接分配里面呢 我们就不采用在这个盘块里面 去指定下一个盘块的位置了 而是使用一个表 这个表存储物理盘块 以及物理盘块的下一个盘块的这个数据 在这里面 如果说我们存储这个文件的话 那么在这里面的第二个盘块 它的下一个盘块将会是第九个盘块 同样的这个第九个盘块呢 它的下一个文件盘块 就指向这个第七个盘块 那么这个表就是显示链接分配 所使用的一个表 那么这个表呢 有一个很著名的名字 叫做FAT表 File Allocation Table 那么这个FAT呢 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FAT文件系统 那么这一个显示的链接分配 就是FAT文件系统的一个工作原理 那么这个FAT呢 它也是有一些缺点的 第一个缺点就是 它不支持高效的直接存储 因为这个FAT的记录项非常的多 在这里面 如果说磁盘越大的话 那么这个FAT的记录就会越大 因此呢 我们如果说需要在这个FAT文件系统里面 存储一个比较大的数据的话 我们就需要检索这个FAT表 去找到很多的这个空闲的团块号 所以这个FAT文件系统 它不支持高效的直接存储 接着第二点就是 我们检索这个FAT表 需要占用较大的存储空间 因为呢 我们需要对某一个文件进去读取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将整一个FAT都加载到内存里面 然后在内存里面进行这个FAT的检索 那么这样子呢 就会导致这个FAT表 占用较大的这个内存存储空间 那么因此呢 就有第三种分配方式了 第三种是这个索引分配 那么索引分配呢 它会把一个文件 所有的盘块集中的存储 那么这个存储所有盘块的位置呢 就称之为索引 但我们需要读取某一个文件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文件的索引 读取进内存就可以了 举一个例子 我们还是假设这个文件呢 需要存储二九七十八十六这几个盘块 那么对于这个索引分配呢 它会使用一个额外的盘块 去存储这个文件所有的盘块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假设使用第十二的这个盘块 那么这个盘块呢 就会存储这个文件的所有盘块 第二个第九个第七个第十八个和第十六个 那么这个组组方式呢 在磁盘里面是这样子的 首先第十二是这个文件的索引 然后呢 这个第十二的这个盘块呢 会指向这个第二 第九 第七 第十八和第十六个盘块 那么这个就是索引分配 那么这个索引分配呢 就很好解决了前面FAT的这个问题 首先每一个文件都拥有一个索引块 记录所有盘块的信息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在索引某一个文件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索引块 再加到内存就可以了 不需要把整一个表再加到内存里面 其次 这个索引分配方式 支持直接的访问盘块 因为我们在索引里面呢 我们可以直接找到这个文件的对应的盘块 第三个就是 如果文件比较大的时候 这个索引分配方式呢 具有明显的优势 因此呢 现在主流的文件系统 都是使用这个索引分配 来进行这个磁盘的分配的 了解了这个 这个辅存的分配方式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 这个辅存的存储空间管理 那么对于这个存储空间管理呢 主要有三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 是这个空闲表 第二个呢 是这个空闲链表 第三个呢 是这个卫视图 那么对于这个空闲表 以及空闲链表 我们是不是很熟悉 是的 我们在前面介绍这个操作系统的存储管理的时候 对于这个内存里面的空闲块的话 我们就是使用这个空闲表 又或者是这个空闲链表来存储这个内存里面的空闲块的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进行这个辅存存储空间管理的时候 我们也会使用到这个空闲表 又或者是这个空闲链表 而对于这个卫视图呢 则是全新的一个事物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这里面的三个方法 首先是这个空闲表 那么空闲表呢 它主要是存储两个中的内容 第一个是这个 第一个空闲盘块号 这个指的是这个磁盘里面的第一个空闲的盘块号 那么接着第二个数据呢 是这个空闲的盘块数 结合两个信息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信息 就是说 在这里面 磁盘的第二个盘块号里面 有一段这个空闲的盘块 那么这个空闲的盘块呢 一共有四个 那么这一个呢 就是空闲表 因此呢 如果使用这个空闲表的话 这个空闲盘区的这个分配呢 与这个内存分配非常类似 它也是使用这个首次适应算法 循环适应算法 又或者这个快速适应算法 来分配这个空闲盘块的 那么既然这个分配方式比较类似 因此呢 这个回收过程也和这个内存回收非常类似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就不再展开了 接着是这个空闲链表 那么空闲链表呢 就是把所有的空闲盘区 组成一个空闲的链表 然后链表的每一个节点 存储这个空闲的盘块 以及空闲的数目 那么这里面存储的数据呢 和这个空闲表是一样的 而这个空闲链表呢 它使用的方式 也是和我们前面进行这个 内存储存管理的时候 使用这个空闲链表是一样的 因此呢 在这里面老师也不再重复了 我们重点是来看一下 这个新的卫视图 那么卫视图呢 长这个样子的 在这里面 横向的是这个盘块 重向的是这个尺道 那么在这里面呢 每一个具体的盘块呢 都会有0或者是1的标记 0呢就表示说 这一个盘块没有被使用 1呢就表示说 这个盘块已经被使用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卫视图的方式 这个卫视图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这个卫视图 它的维护成本非常低 我们只需要维护一个表就可以了 其次 这个卫视图 可以非常容易的找到 这个空闲的盘块 再有呢 就是这个卫视图 它使用的是01比特位 它所占要的空间非常小 这一个就是这个 卫视图的一个好处 我们在实际的 俯存的分配方式里面呢 主要也是使用这个 卫视图来进行管理的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 这节课的第三个部分内容 第三个部分是这个 目录管理 那么对于目录管理呢 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的一个概念 就是这个目录数的概念 在这里我们使用这一个 表示这个目录 下面的这一个圆圈呢 表示文件 那么目录数长这个样子的 在这里面 跟目录有三个目录 A B 和C三个目录 然后A呢 它有指目录 D E和F 那么D呢 它有一个指文件 叫做M E呢 有两个指目录 H和I F呢 有一个指文件 叫做N 同样的 别的一些目录 也是类似的 那么这一个 就是目录管理里面的 目录数的这个概念 那么这个目录数 有什么特性呢 因为有了这个目录数 就使得每一个文件 或者是目录 都有一个唯一的路径 举一个例子 这里面 这个M的路径呢 就等于A 斜杠D 斜杠M 又比如说 这个L文件呢 它就等于 它的路径 就是C 目录下面的 I 目录下面的L 这个呢 就是这个文件的 唯一的路径 那么这个概念呢 相信我们都比较熟悉 因为我们不管是 在Windows里面 还是在Linux里面呢 都是有一个文件的 唯一路径的 最后简单的总结 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 这个文件的逻辑结构 那么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了解了 这个顺序文件 以及这个所有文件 接着是第二个部分 俯存的 出租客间分配 那么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了解了 这个俯存的 空闲分配的三个方式 连续分配 链接分配 以及这个索引分配 接着是第三个部分内容 目录管理 那么目录管理呢 我们重点是来理解了一个 叫做目录数的概念 好的 那么这节课呢 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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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